各位網友 在2019年尾 2020年頭 疫症開始的時候 有一部台灣的劇大爆了 就是這部《想見你》 這部劇現在是原班人馬 做多部電影 這部劇為何這麼厲害 這部劇是在這幾年台灣戲中最厲害 我都很推崇這部劇 因為他的劇本很難寫 是一個穿越的愛情故事 而這個穿越不是簡單的穿越 是極度複雜的穿越 而他穿越得來 那部劇是挺合理的 挺動人的 很有台灣以前的文青愛情片的味道 而是一個高智能版 不是以前的 即是命中注定我愛你 那些不是不好 那些是很童話式的東西 所以 這部劇很厲害 風魔 不僅是台灣 香港 亞洲 也很厲害 終於在三年後出了電影版 這部劇很厲害 厲害到韓國也要買一個正式 再拍一次電視劇 韓國改成怎樣呢 很快就知道了 我在Netflix就能看 但我也是很難好過原著的 這部電影 我知道要看要說 但因為太忙了 就要說了那些 港產片 風再起時 或者魏俠 才輪到這一部 全亞洲的 大陸都是非常之風行的 這部電影是挺成功的 大陸你看一部這樣的愛情片 完全台灣 台灣其實收了4億 因為成本很便宜 所以賺大錢 香港又怎樣 香港昨天 禮拜天還收了65萬 而累積已經去到900多 無論如何 13000 14000 14000 14000 應該怎樣都沒有問題 台灣片已經很成功了 這樣已經是 在香港 不是那些年 或者少女時代 應該是很厲害的 是純靠劇底 我講講這個票房 不好意思 原來這個票房 是包了澳門 為什麼說完 毒蝕大狀 破億毒蝕大狀 團隊一直都未出來說 原來這條數是包了澳門 所以毒蝕大狀 這條1億0400萬 是有400多萬 是澳門數 應該加上今天 明天就過億 所以是有少少的分別 先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台灣票房是怎樣 台灣票房是一般的 坦白說 以這麼厲害的劇 全台灣有億二 這是台幣 台灣新聞 有三千萬四日 都不錯 韓國有三千萬四日 都是很收得 但以億二來說 香港港幣三千萬 而台灣人口是香港三倍 香港收得一千萬 是元老山卡拉 如果要港產 是元老山卡拉的比例 剛才提到 《千真萬國》是一部神劇 如果大家未看 我推介大家看 因為這麼緊密的劇本 是韓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都未寫過 同年我最記得 香港人也拍了一部 穿越的愛情故事 就是二月二十九 是完全比下去 真心說 他好太多了 所以全世界都封魔是合理 唯一一個小缺點 我覺得 因為他穿越了之後 他要穿越回去 一個 好像他人 他人的樣子 人的樣子 而那個人的性格和他很不同 而他男朋友 又和他現身的男朋友 好像樣子 我覺得這些有點巧合 但無論在劇本的周密程度 如何穿越 穿越的精神 和愛情上 都是成立的 所以《想見你》的劇集 是真的好看 是真的奉超的神劇 是有道理的 但到電影是怎樣的 電影香港網友覺得如何 咦 3.7而已 原班人馬 為甚麼 2.5分 好像是劇的延續 但可以獨立看 覺得很一般 這個就嚴重了 這個level 10 先導章 破壞神劇系列 待會看看為甚麼 level 1這些垃圾 就不說了 為甚麼破壞神劇 四段極速穿越毫無時間鋪墊 情感無法推動 上海角色一段令人一秒出氣 破壞原作的最佳示範 嘩鬧得很厲害 但有些人都讚 看到CPU都很輕鬆 動人愛情片 有人說略滿之作 失望劇情 電影版有附神劇的聲譽 總共是一般 也挺嚴重的 中幅 比不上劇版 但都是用心的 這是粉絲 用心 但不夠好看 這次大家想要的商業片 也挺嚴重的 所以是 我看完 我就覺得 坦白說 我不是一窩蜂 我真的很用心 因為我是劇的粉絲 我稱讚得這麼厲害 的確跟劇有很遠的距離 我可以拜託剛才那位網友的看法 導演 他很像 或者團隊 很像拍電視劇的人 他不太明白電影的節奏 那節奏其實是出了事 包括頭半個小時 其實都是說他們鋪斷他們的愛情 然後才開始穿越 你當他不太長 一個小時45分鐘 頭半小時是談情 這樣 剩下一個小時15分鐘 就變成要穿越三四次 這樣就太複雜了 整件事如果放過電影劇本來講 是過分複雜 也沒有了 因為你知道台劇很文青 他的節奏很慢 又沒有了電影很快的節奏 因為他要遷就劇的感覺 所以你變成 覺得很拖搭和很慢 還有他那個切入點 剛才有人提到的切入點 其實跟劇是一樣的 一樣的是 其實他想在電影裡 做一次劇做到的事情 穿越了兩三次 三次 而有一段悲壯的愛情 那個故事也有很複雜 也有一個案件在 我真的看到不耐煩 有兩個原因 因為其實距離劇的時間 已經隔了三年了 其實大家已經不太記得 那個劇是說什麼 因為那些劇太複雜了 如果帶著一個很好的回憶 進去這個電影裡 是沒有的 我也要看那些 那些 很多人短講 整個劇情的 才讓我拿回那個記憶 而有多少人 是會為了看這個電影 而再看這個十三集的劇集 我是很有疑問的 但是 當 就算你看到十三集的劇集 你發現那個電影 只是 差不多 跟電視再做一次相似的事情 那麼生意何在呢 這個就是他最大的問題 你看電視劇的時候很有生意 但是你做電影的時候 再重複一次 你又覺得好像更多了 那麼 節奏是有問題的 但是演員還是很好 他對男女還是做得很好 那是否去到很難 我覺得不是很難的 尤其是如果你沒有看過劇 的話 反而會覺得不錯 你會覺得挺有心思的 但是看過劇的人 就是粉絲 反而我覺得粉絲會有點失望 因為我其實是半粉絲 如果近幾年台灣劇要推介一部 我絕對會 不用說 會推介這部相見 絕對好看過華登初相 真心說太多了 所以才是心痛 有些心痛 但是anyway 現在看看韓版是怎樣 跟著那個 因為粉絲量極大的原因 票房仍然是相當好的 希望這個團隊 可以拍到更精彩的事情出來給我們 今次的而且確是有少少掉落